台湾一届进行器官移植的技术已经相当成熟 成功率跟存活率在亚洲国家当中名列前茅 然而在推广器官捐赠的观念上却始终面临瓶颈 近四年来台湾每年成功捐出器官的人数大约在三四百人左右 但是排队等待接受器官移植的人数却是高达了上万人 多数跟死神赛跑的病患无法及时等到能够重获新生的器官 那么究竟台湾推动器官捐赠是遇上了什么样的难题呢 我们带您了解 在台湾换新并不那么容易 平均等待一个适合的心脏都至少是500天以上 在东方的社会不管是日本也好韩国也好 我们可以看到比例就是比较低 身体法复受制父母不可毁伤嘛 你死后也是一样 传统这种所谓孝道文化来讲 你对祖先来讲就是不孝 这样切来切去全师都不见了 到处残切怎么回去 我说那你烧掉了保留什么 我说你的爱心为什么能做大一点 可以救很多人 它是有一点点 大概这个多少三十四十左右 衬衫下的疤痕 从锁骨延伸至肚脐上方 这是黄建宇到鬼门关前走过一遭的证明 2016年8月8日 父亲节当晚 52岁的他还来不及和孩子共享晚餐 就因为心肌梗塞被送进急诊室 我转院的过程当中 其实心跳已经停止了七十几分钟 在身心我先做了两条的心脏绕道手术 做完之后 然后我进入了家务病房 然后装上叶克膜 在等待着我们的心跳 能够自动的恢复 但是我的左心是一直没有办法跳动 就好像胖脯打水 但是没有办法有力气出来 随时间流逝 黄建宇的情况越来越危急 等到一颗适合的心脏 并透过器官移植手术唤醒 是他活下来的唯一希望 但要进行器官移植手术 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除了捐赠者和受赠者的血型 必须相容 双方体内是否有HIV病毒 B肝及C肝也会影响 检测没问题 才会考量受赠者 等待的时间 年纪 地理位置 以及清等进行排序 黄建宇在等候名单上 排在第二顺位 但是在台湾换新 并不那么容易 平均等待一个适合的心脏 都至少是500天以上 但以我的生命的状况 其实我撑不到几天 黄建宇的家人 原本不抱希望 准备咬牙支付台币三四百万 替黄建宇装一颗人工心脏 续命半年 没想到就在第九天 黄建宇在等的心脏出现了 其实就是因缘俱足 这四个字 你必须说我的因缘都凑到了 比如说当时 我的状况的身体没有病毒 时间上能不能凑在一起 地缘的关系 因为一个心脏 栽除之后到换新为止 中间只能见到四个小时 说要完成一个心脏移植 其实非常的不容易 老天爷让我 等到了这个机会 所以我得好好利用它 发生在黄建宇身上的奇迹 不只是单纯的幸运 台湾的器官移植 发展得早 技术成熟 1968年 台大医师李俊仁 便完成亚洲首例肾脏移植手术 此后20年间 台湾医学界顺利发展出移植肝脏和心脏的技术 1987年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上路后 却立台湾的器捐制度 目前心肝肺肾移 大小肠 以及骨骼 眼角膜 视网膜等器官都可以捐 然而即便技术发展得早 社会对器捐的接受度 依然不高 以现在整个氛围里面来讲 捐赠的这个 它是捐赠自己的器官 这个跟处理就是说 遗产好像又是不太一样的概念 因为每个人只有这一个身体 在东方的社会 不管是日本也好 韩国也好 我们可以看到比例就是比较低 整个东亚这边的就是这样 台湾的器捐率 近年一直徘徊在 百万分之五到百万分之六 也就是每百万人口当中 只有五到六人 进行器官捐赠 虽然在亚洲国家中 已经名列前茅 但却远低于美国 西班牙等欧美国家 器官捐赠它 你签了以后有两个好处 第一 你会珍惜自己的生命 第二 如果一旦有意外发生 你愿意去帮助别人 这叫一爱人间 过去政府曾请来明星 明人带动器捐风气 然而效果有限 在1990年至2012年间 甚至一度允许死囚 捐赠器官 填补器官移植的缺口 直到因为道德疑虑过高 引发抗议才停止 在无法开源的情况下 等候进行器官移植的名单 越来越长 包含前台中县长黄仲生 前立委陈建制在内 许多台湾人 转负中国 寻求一线生机 根据2012年卫生署的报告 2000年至2011年间 有近2000名国人 前往境外进行器官移植 其中前往中国的人数占9成 但这样做存在高风险 除了手术的技术以外 后面照顾其实这都是一些问题 在如果医疗照顾水准 并不加的地方去接受 成功率也不高 为福部劝导 加上中国自2007年开始 便试图将器官移植去商业化 国人到中国移植器官的风气渐渐 新冠疫情后 卫福部又记录的海外移植病例 仅剩下个位数 但国内器官移植的需求 依然供不应求 2024年8月底 台湾有上万人排队 等候接受器官移植 其中有8600多人在等一颗肾 900多人在等一颗肝 等候换费换新的名单 也都超过上百人 但半年来有效的捐赠者 只有237人 为什么需要器官救命的人这么多 捐的人却很少 台湾推动器捐的障碍到底是什么 或许是命中注定 或许 因为一般家里面都有瓶瓶罐罐头 什么东西一大堆的都会有 但是那天就看什么都没有 我就跟妹妹讲说 我给她100块 那去外面吃 十五六岁的小女生都喜欢吃零食 不喜欢吃正餐 所以我跟她讲不要吃垃圾食物 她跟我说好 就这样 我们妇女的聊天最后的对话 这一辈子 这两辈子的对话就这一句而已 其他没了 即便事情已经过了30年 杨松林大哥回忆起女儿出车祸当晚 每个细节依然历历在目 当天她的前妻和儿子出门吃喜酒 自己则因为生病发烧 无法煮饭 才叫女儿到外面买晚餐 没想到女儿一出门 竟再也回不来 有人在说 外面大马路 有一个妹妹被车撞了 胖胖的好 或许是心电感 就很不舒服 拖鞋衣服穿一穿 又冲下去 在过马路的时候 看到一个拖鞋 蓝白拖 心里就有50%的 不祥的预兆 但是那时候 报警希望说 这个人白拖太多了 我过到马路又看到眼镜 看到那个眼镜的时候 已经是95%了 当杨聪林大哥 急忙赶到医院急诊室 医生再度带来坏消息 这个我女儿的主治医师 他的三张S框片 贴在那个灯箱上面给我们看 这是正常人的 是什么样子 这是一个有受小伤的人 他现在身上有哪些缺陷 最后一张是女女儿的 我女儿那时候 那个S框片看起来就像 快豆腐掉在一个地方 烂掉那种感觉 她说 她连张植物人的机会都没有 听到女儿的脑部 在车祸中严重创伤 已经无法自主呼吸 陷入脑死 杨聪林大哥悲伤又绝望 这时急诊室旁不断进出 喜慎中心的人潮 给了她一个想法 那时候就在想 我女儿很健康 又很有爱心 那为什么 不可以拿出来 把可用的器官拿出来救人 就像做功德 回向她 回向给我女儿 想到女儿从小就喜欢 任养流浪动物 很有爱心 杨聪林大哥想替女儿 做器官捐赠的决定 但前妻却相当反对 她本来说不要啦 那么年纪那么小 就这样还要把它切切哥哥的 而且这样切来切去 全尸都不见了 到处残切怎么回去 我说那你烧掉了保留什么 你火化了 只因为一些骨灰而已 其他什么都没了 你把它埋在土里面 让虫咬 让虫啃 我说女儿的爱心 为什么不能做大一点 虽然明白器官捐赠是做好事 但看见病床上的亲人 家属心中难免不舍 不希望亲人死后 再历经手术 想保留全尸的观念 是台湾推动器权的一大障碍 当我们到这个南部 去讲这个器官劝目 而且这个老人家要留全尸 这个概念其实就有点某个程度有卡住 肺脏 心脏 肝脏 就是说这些主要的器官 其实是没有办法 那么样的飞速的成长 我们常有个观念就是说 那个身体法复受之复武 不可随便毁伤 你死后也是一样 你如果是肢体残缺的 因为是五官的这种残缺 甚至你那个讲更严格一点 就是那个脏腑不齐全的 等于说这个人就不完整 那对传统这种所谓孝道文化来讲 你对祖先来讲就是不孝 谢宗容指出 人死必须留全尸的概念 出自传统的儒家思想 但单就宗教来看 进行器官捐赠 其实并不会影响到捐赠者轮回转世 对器官捐赠 其实佛教也是推得很积极 如果是以佛教来讲 他们最传统的观念就是说 我们的身体就是一个躯壳而已 就是死了就坏掉了 其实在传统的道教里面也是一样 它并不会很注重这个遗体的处理 器官捐赠 然后让另外一个人得到重生 其实如果是就那个宗教的立场来讲 也是一件很大的功德 但就算破除留全尸的迷思 华人社会既会谈生死 认为生前讨论身后事不吉利的习俗 仍是台湾推动器官 另一道难以破除的障碍 为了给大众一个开口 谈论器官的机会 近年有纪录片团队 拍摄捐赠者家属与受赠者们的故事 告诉大家器官是如何改变他们的第二人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